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5月30日 今天是星期一 繼續三個主持 大家好 我們這一節要講一些奇特的話題 繼續討論香港人的未來 其實有很多參考的地方 我們已經想了很多不同的方向 為甚麼會突然說這件事呢 看到一則新聞 美國海軍 有九隻 自由級 軍艦退役 他們正在 考慮打算把九隻 軍艦 交給他們的盟友 台灣還沒有 台灣還沒有盟友 不然可能會刺激中共 不是盟友 勝似盟友 我們就想到這九隻軍艦 應該最大機會是會對比英國的 對比英國 對於我們香港人來講 是不是等於沒有了呢 還是等於在我們手上呢 可能遲些幫我們光復香港用的 英國我發現 他呢 在行動上暫時沒有怎樣幫助香港 你的制裁他也沒有什麼制裁 說幾句話 BNO真的幫了我們 BNO也幫了我們 修留了我們 但是呢 他那個英國佬的軍事 保密保得挺好的 所以他是有一套東西的 他有一套東西 但是不知道他說甚麼 我有一點點懷疑是跟香港有關係 但是我不敢說 他夠膽去挑戰中國 這個我就不夠膽說 但是他有一套東西 是跟 跟亞洲有關係 因為他對亞洲的熟悉程度 尤其是在香港 東南亞 西加坡 以前緬甸也是 所以他對那邊很熟 印度也是 所以有必要的時間 他是會參與的 九隻退役的戰艦 會不會借給香港 當然是暫時遙不可及 我們其實也想 跟大家說一下 現在的香港的情況 因為以往我們 應該是我們很早提出 香港人要仿靠猶太人約 其實也是經歷了很長時間 才能想到 以色列建國 回到以色列建國 一直以來顛沛流離 直到 二戰被 納粹屠殺了大量的猶太人 他們才痛定思痛覺得我們真的需要我們自己 建立我們的國家 香港人 未去到猶太人那種 苦難 其實未經歷到猶太人那種苦難 但是 我們其實有一大群香港人 好像袁爸爸那樣 周圍做生意 是在很多地方都吃得開的 其實我們應該 集合全世界的 香港人的力量 我們是應該 訪效猶太人 當日 猶太人 當日的猶太人 在海外的猶太人 根本都是四散 巴勒斯坦 猶太國也未成立 以色列也未成立 他們是很散的 唯一比較有少少錢 就是美國那群猶太人 其他的在歐洲就被納粹屠殺了 美國 就走了一群人過去 在現在的 布洛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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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洛克林的一個區 那時候 那裏就有兩三百萬猶太人 是的 我那天也是問 到底有多少 比例也不小 那裏就集中在那裏 但是他們也是比較鬆散 直到死了那六百萬之後 被人劏了之後 那就開始 真的團結起來了 團結到什麼程度呢 就影響到美國政府 就是杜魯門 是不是 杜魯門 杜魯門 因為杜魯門 以前在 鄉村做生意的時候 開店裡有一個猶太夥伴 經過猶太夥伴 他認識到猶太的 問題 有一個助理 用了一個助理 跟他說 應該 幫助猶太復國 那時候美國人根本是看不起猶太人 猶太人全世界都被人歧視 就是杜魯門 實際是一個 很不懂事的人 他沒有什麼經驗的 剛好因為他做副總統 羅斯福死了 他硬撐上來 但是他受了這個人的影響 受了這個猶太人的影響 他就問了 開內閣會議的時候 他說 為什麼猶太人不可以復國 為什麼 沒有人答得出 他就稱了下去 如果那幫 華盛頓那幫老派人 和正式的美國人 個個都歧視猶太人 全世界都歧視猶太人 尤其是他們基督教 天主教的人 說他們謀殺了耶穌 所以他們對 他們對 太人 不是歧視 只是 他們說他們謀殺 為什麼呢 他那時候 叫做Punches Pilate 審 也是耶穌的 那時候 他們說 你們想他怎樣 猶太人說想他死 那時候的公審就是這樣的 他的Punches Pilate 他是羅馬 羅馬派來做的 他就不想自己說喘死他 他問了他們 就是猶太人的口罷 是的 那猶太人就很討厭他 因為他也是 猶太人裏面的意淚 是他們 所以 這個仇恨 是很深的 所有的 基督教的人 信親耶穌的人 就說猶太人謀殺了耶穌 所以這個 一直看不起猶太人 這個是關鍵 那猶太人當然是自己很自私 只是看著那些錢 計算你也計算過他 他又聰明 他的腦又聰明 李舌本他又賺錢 靠借高尼泰的 平時教他自己人不懂得高尼泰這件事 高尼泰這件事就是猶太人發明的 中國人也有的 中國以前的印子錢 他也會做空 他也會做空 經濟很好 他也會賺錢 經濟不好 還會賺多一點 那些人很生氣 經濟不好 我們都會瘋了 你都發財 你看到索羅斯就明白了 做空 香港人也有少少的特爭 我們以前 以前不懂 後來有了什麼 又可以沽 沽來沽去就懂 但是人家真的懂得做生意 值得找 財記 財記就是他們發明的 這個也很重要的 訊息就是 其實實際上在美國 不是 那麼容易 而會令到美國政府幫助他 他撞對一個key person 幫助他 也要 也要很大的力量去累積 因為當時的猶太人 在美國那班很有錢 他們在經濟上面 在股票上面 他們也是舉足輕重 令到美國政府 不可以不重視他們 我們覺得 現在的香港人要向猶太人學習 所以當時 我們其實很早提出黃色經濟圈的概念 黃色經濟圈後來已經變了樣子 變了什麼呢 變了一個人血饅頭的 贖罪券的販賣地方 社運圈 基本上 那些所有人做餐廳也好 他們裏面很多東西 不是賣產品給你 每個人都開餐廳 但是那間筋都不能吃 很多大部分都不行 那些東西 純粹就是你買杖罪券進去 100元買串魚蛋 類似那種 當然不是那麼離譜 但是真的有這些人 我們當時說的 黃色經濟圈 是站在一群 有心的人 我們要做生意盡量 都是找回自己的供應商 自己的人 有錢賺 利益回為來 使得我們 支持民主的人那個聲勢 那個力量壯大 從而影響政府 又或者影響民族 影響地方 而他們不是的 他們從來的人都不會做生意 尤其是搞社運 搞政治的那班人 坦白說全部都是白痴 好像一個國際上的 世貿 你加入了我才跟你做生意 你杯葛令到他沒有生意做 他要符合你的規則 跟WTO一樣 你不是 要求 自由貿易 你要符合某些價值 才讓你做 現在不知去了哪裏 黃色經濟圈 已經是完全失敗了 已經是過去了 已經是歷史了 因為他們主要不是一群會做生意的人 大部分都是一群 覺得社運可以有利可圖 可以籌到款 騙到錢 那他們都是一窩蜂就是開黃店 當然不排除有些有心的 真心的 靠那些熱心人士 雖然是靠捐款 不可能能夠維持生意的 一定要你的產品是可以的 你才可以的 我們吃飯而已 每一間都沒有生意的時候 每天都沒有生意 每天都沒有生意的 每天都沒有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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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錢又公道 所以我們覺得 要有一群懂得生意 大家的人聯合已經很難了 大家有相同的理念 猶太人就是這樣了 他們大家都有個心是復國 所以他們的力量可以集在一起 我講一講 前兩個禮拜 剛剛那天就是華里沙 波蘭的國父 當時的第一天就是現代的國父 在80年代那時候蘇聯還沒有解體 他就開始示威了 在格達斯克的船奧 那天我前兩個禮拜就打電話 我在加拿大打電話上去 小夏就訪問他 跟他面對面 做了Youtube 我第一句問他 我當然問一些關於香港的問題 他說他都明白香港是什麼 他說香港有什麼辦法 他用的字都很好 他說要團結 他要團結 他說我們當時只有六個人 他當日 起疑只有六個人 每個人都在笑他 根本就說他沒有可能 蘇聯 整個東歐陣營 你說你是什麼 六個人 他說他只有六個人 但是他聯合了 波蘭的勢力 這個真是難得 當然當時 那個時機也不錯 美國就有利根 很支持 反共 然後戴上去英國 然後梵蒂岡就是他們的波蘭人做教宗 那是楊王寶洛而世 他們支持 一直開始 雪球越滾越大 蘇聯未解體 他們已經爭取到獨立 後來他們的選舉都贏了 就是選舉 靠選舉都贏了 共產黨代表就投降了 就是這樣開始的 他教我這樣做 我說好 好 好 我說我七月份或者我們去波蘭去探他 他還住在格達斯克 我說我想 去立陶宛 順便去探他 他只是很近的 就是跟他請教 就是當面跟他請教 老老實說 這個就是奇蹟來的 波蘭的當日就是奇蹟 那他六個人而已 我們現在也有三個在 六個人 我們應該不止 他的團結當然 他們內部 全世界都有吵架 但是他們 用那種 一種組織 來解決 矛盾 對外 然後對蘇聯 就是這樣成功 但是我們現在香港老老實說 都是一盤散沙 所以為什麼我說要搞議會呢 議會裏面 你可以吵架 什麼都吵架 但是你對外 就是一個組織來的 這個就是 很重要 那個代表性很重要 是的 現在你那幫人在這裏 吵架 在議會裏面吵架 有一套有程序 議會程序來吵架 最後呢 辯論投票 大家統一意見 這件事情 實際就是 一種團結的方法 所以我就說 一定是要學這件事情 你如果說 每個人都自己這樣 自己搶光環 沒有用的 論壇講完就算數 沒有用的 一定要 組織有目的 組織人員 大家有目標 大家按著目標來做 就算是和理非 人家也有組織 不是和理非輸了 如果和理非可以達到目的 沒有問題 沒有人反對 但是你連組織都沒有 你什麼都不用說 現在香港人 我覺得在英國 華里山的成功例子也是一個很值得鼓舞的 六個人可以發展到 最後對抗整個蘇聯 對抗整個華山集團 然後 是第一個獨立出來的 華里山當了總統 當時當了國父 我們覺得我們人在英國 或者在 倫敦也好 我們應該香港人 如果將來有幾十萬人 或者一百萬人 我們的人口 足以去到英國的政壇 我覺得 香港人在英國 應該要建立一個 香港人的經濟力量 以及政治力量 當有了經濟和政治力量之後 你絕對可以影響到英國國會 因為英國是一個民主政府 就等於當年的二戰之後 猶太人可以影響到美國政府 讓他們復國 讓他們建國 當然猶太是復國 而香港的情況是不同的 香港要建國 建國的 要求可能更加 更加難 因為你本身 人家未必當你是一個民族 今天下午我對這個問題 碰到朋友 而且我們也深入思考 現在英國就是保守黨執政 這次搞那麼多BNO的事 是保守黨支持的 這個是事實 而且保守黨的理念 跟我們香港人是接近的 絕對接近的 然後 比如說 香港監察 基本上都是支持保守黨的 我覺得我們香港人 來到英國 現在 爭取到 BNO有投票權 現在每天幾百至一千人來 英國不是大的 我們就是一股勢力 所以我們 要 投 我們將來的票就是我們的力量 我們要投向 對香港 親香港 親我們的議員 我們現在有雙重身份 一方面我們真的是英國人 我們全部是英籍的 BNO 第二方面 我們還有你的身份叫香港人 所以可能要成立一個香港的 一個黨 我們就集合在一起 哪個議員 有什麼通過的 跟我們香港人對我們香港好的 我們就投了一票 不要看少 將來 可能有幾十萬香港人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力量 我們一定要化悲憤為力量 力量是什麼 就是你那張票 因為如果我們變成一個聯合的 可以建議 譬如某一個政黨 在這個議題上 對我們香港是一個很好的很友善的 我們如果將來要投票我們就會支持他 我們呼籲所有在英國的香港人 投票支持這個政黨 支持他的政策 甚至跟他講完數 他還沒有 跟他講完數 我這次支持你做議員 但是你要做這幾樣東西 為我們香港人做的 講數是合法的 這些不是非法的 這些就是我們香港人如果你這樣做的話我們都投了你的票 我們幫你 幫你選中 這樣就強了嘛 香港也在做了 不過你現在說的是更強的 更加合法的 現在香港人只有一個港字 現在是一個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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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我是指揮你做 你這樣做的話我只用了票來指揮你做 沒錯沒錯 還有呢 我們人世 我們還要加上其他跟我們一個理念的其他團體 那些我現在就不說了 不方便說了 將來我們又加上一個團體 那我的力量就很厲害了 現在英國 英國是我們講難聽一點 都是中主國 將來 現在共產黨是理規的 在中英聯合聲明那裡絕對 全世界都知道他是理規的 那當日 第二 第二 英國發維的時候 我們就應該有很大的力量 那現在這些東西要準備的 所以將來來到 英國的香港人 拿BNO的 我們一定要大家要互相 溝通 怎樣做的東西 一起可以團結做的東西 是對我們香港有利的東西 這個思維你們一定要有 我今天想得很透過這件事 但是行動還沒有 我們要一步一步來做 因為我們一直都這樣說 你成為了那個 投票關鍵小數 其實你就是 控制了到底你去哪邊 其實 我們看到印度人在這裏的力量也不小 現在甚至乎市長也是 原來市長也是巴基斯坦人 我搞錯了 不知道誰跟我說他是阿叉 香港人是阿叉 原來印度人是阿叉 巴基斯坦人是阿叉的 我以為阿叉就是印度人 原來他又是工黨 又是巴基斯坦 根本是跟印度人不乖 其實在香港人眼中 任何南亞人都叫阿叉 但是如果根據中國的觀念 阿叉只是說印度而已 巴基斯坦人是他們的兄弟 他們不會叫阿叉 就是這個意思 但是他們也是這樣說的 他們叫阿叉 我以為以前說的人叫做摩羅叉 印度也沒有分開 巴基斯坦人是印度 印度也沒有分開 巴基斯坦人是印度 還有摩羅叉 還有摩羅叉 在上圍有一個摩羅叉 摩羅叉 中國人真的很歧視 中國人是歧視最壞的中國人 我聽到的臉紅 這次時間我們先說到這裡